这是Confi UI教学第二阶段中关于中阶使用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影片了 今天我们来看Upscale跟SDXL的基本架构 XL和我们之前讲的基础workflow虽然说差不算很多 但还是有一些差异嘛 所以今天会来看一下 在Confi,同一个目的基本有很多不同的手段可以达成 简单好用的通常操作控制的幅度就不大 要效果好的势必在操作上就会稍微麻烦一点 但你也可以掌握到更多的控制权 说麻烦吧,其实用习惯了也还行啦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Upscale也是这样的 虽然Confi有自带简单的Upscale方块 但因为几乎没什么控制项 所以单用的时候也算不上有什么修复效果 就是能够放大而已 唯一的优点是用起来简单 如果你只需要把上传的图片放大 而且图片本身已经没有什么瑕疵的 可以考虑用这几个快速Upscale一下 或是你的模型跟Prompt已经调试到出图稳定的状态 也可以用这种简单的 而我们这次主要要看的是 WebUI使用者们熟悉的Ultimate SD Upscale 首先这是需要安装的 所以老样子打开你的Manager搜寻一下Upscale 找到Ultimate SD Upscale 装完后记得把Confi完整的重开一遍 接下来按一下这个Clear 我们先把画面清空 在搜寻框打Ultimate 或是在空白处按右键 Add Node Image Upscaling 在最下面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一般的有包含放大的Upscale 虽然听起来好像废话 但会这么说是因为第二个呢 是不包含放大的Upscale了 也就是说它会用Upscale Model 去做细化重绘 但不改变尺寸 依你的需求来选择你要叫出的方块吧 先不要害怕 虽然看起来很长一串 但冷静下来 大部分东西其实你都认得的 跟基础Workflow使用的Case Ampler大差不差 从C的开始到Denoise 都是你熟悉的设置 这些应该都没问题吧 对新手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是 从Mask Blur到Force Uniform Tiles这一串 都不用改 你就让它保持预设的状态就好了 所以说到底这一串你只需要新学 Upscale By跟Multi到Tile长宽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就行了 现在我们从头看哈 Upscale By是指你要放大的倍数 通常我们会设1.5到2倍 C的没意外放它Randomize就可以了 要固定就选择Fixed 步数20到50都可以跑 越高越慢 请各位斟酌自己的硬体设备极限 CFG可以不改 再来 因为Upscale是在我已有图的情况下进行的升级嘛 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选择Oiler Normal 不用特别更改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不同的采样调度 只是运算时间也会相对的更长 后面就是在这一串里面相对重要的部分 这个Denoise推荐设置在0.35以下 它控制的是重会修复画面的强度 如果你不想让画面变动太大 甚至可以调低到0.15到0.2 但千万别放它在预设1的状态 你前后两张图会基本上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最后一个ModeType是选择它处理重会的方式 Linear是线性 Chess是棋盘 其实这两种处理方式差距不大 你可以不去管它 等到处理的结果不好的时候 再考虑换另一个就行 原则上我们不选择NONE 最后是它有长宽的设置 这个设置决定你的圆图会被AI 以什么大小来切块处理 填入的数字只要是64的倍数都可以 但一般我们会维持512512的预设 你也可以尝试512768或是768768 比较不建议再往上扩大了 然后就是接线啦 首先这几个颜色的点 应该大家现在都很熟悉它们是什么了吧 我们就快速的把熟悉的接完 因为这个最主要是让你用图声图的方式来做upscale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在这里接上一个load image方块 然后直接上传一张你要upscale的图片 如果你想用文生图的方式来做网上接一小段基本workflow的尾巴就可以了 叫出ksimpler和va decoder 前面的模型啊提示啊都可以共用 最后把你image的output接到upscale方块就好了 如果你想要比对upscale前后的差异 可以从这里多拉一个preview出来 最后我们要给upscale方块接入一个upscale的模型 如果你想找更多不同的upscale模型可以去openmodelDB逛一逛 我会把网址放在说明栏 我自己手上目前是只有这些 再来就是这个阶段要讲的最后一个东西 应该也是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SDXL在config到底要怎么使用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XL它本身是分成两个模型的 一个是Bass 一个是Refiner 你可以单独使用Bass 但根据官方的数据 两个加起来一起用可以达到更细致的结果 在config里面就是你要再多开一个checkpoint loader来放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过这两个模型 官方提供的网址我会放在下面 CV AI 上面现在也已经有很多基于XL训练的模型 各位可以去挑择看选选看 准备好模型后我们先从最简单的Bass workflow开始 单只用Bass的话 基本的那个Default workflow就可以用了 要使用Refiner的话可以复制一套基本的 workflow 把Bass这条线的output latent接到刚刚复制的这条新的workflow的ksampler里面 然后把Bass这边的decode和save image都可以先砍掉 接下来把模型选好 一边使用的是SDXL的Bass model 一边使用的是SDXL的Refiner model 画布尺寸设好再把Prompt写好 这里一般Bass是写基本的 类似像是打草稿那样 然后在Refiner这边的Prompt写得更详细一点 当然如果你懒的话可以完全复制一模一样的就好了 最后最重要的调整两个ksampler的参数 调度跟采样两边尽量选一样的 除非你能确定结果是你要的 再考虑两边用不一样的采样调度 作为草图的Bass可以把步数维持在20步 把Refiner射高一点就好 那作为细化的Refiner最要注意的是下面的Denoise 这个的概念跟图声图还有Upscale重绘的幅度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这个一定要调整 建议设定在0.25到0.6之间 刚开始保守一点我会推荐设置在0.25到0.35之间啦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基本的SDXL workflow 可以开始跑图了 根据你的需要可以开始扩建Lora或Embeddings 要注意一下Lora和Control内这些的模型 需要选择跟SDXL适配的版本 直接使用SDXL的模型是跑不了的 那接下来来讲几个稍微进阶一点点的用法 需要先下载两个Custom Note 打开你的install画面搜寻SDXL 把Seerge SDXL和SDXL Pump Styler都装起来 另外还可以安装这个Convi-SCXL Empty Latent Image 它是一个帮你设定好了SDXL最佳尺寸组合的Node 不安装的话你可能就是稍微写个笔记或用脑袋记一下 我把这些最佳推荐尺寸都放在画面上了 安装完后记得要完整重开 现在我们把画面清空 准备开始拉Workflow 在搜寻框打上SDXL Sampler 就会看到三个版本的XL Sampler 我习惯用的是V3 你也可以试试看其他两个版本 那接下来我们根据上面的这些小点来添加其他的方块 基本上应该都认识对吧 稍微不一样的只有最后三项 Latent可以连原本我们用习惯的那个Empty Latent Image 或是用刚刚安装的那个SDXL Empty Latent Image 这个需要你自己叫出来 从节点拉线它是不会给你推荐这个的 再来点着采样调度的其中一个点 往外拉选择Search Sampler Input 在这里挑选你要使用的调度采样器 Base Ratio 是决定Base Model在整个成图的过程中占比多少 这个你可以多尝试几次去找一个你喜欢的比例 最后来介绍我们前面安装的那个SDXL Prompt Slider要怎么用 这个是XL推出之后一个蛮著名的功能 在WebUI也有这样的插件 可以直接透过点选来指定画面的风格 节省了提示词的空间 而且对于风格的控制相对稳定 不过这个接起来就要稍微再更麻烦一点点 我们先把Base的两个提示输入框砍掉 然后从搜寻框找到Clip Text Incode SDXL 然后再复制一个 再来把Promp Styler也叫出来 我们需要让输入的文字先经过这个Styler 再送到Encoder里面 所以第一步在两个XL Text Incode上面按右键 把TextG跟TextL都转成外部输入的小点 把Styler右边的正向跟反向 分别拉进来这两个Encoder 各连接两个点就可以了 稍微补充一下 其实呢 Prom Styler它也可以用 就是我们刚刚砍掉那两个原本的Text Incode来做 如果你是目前还并不确定Clip G跟Clip Out 它们这样的区分有什么不一样效果的人 当然你也可以就是用原本的那个来做连接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是知道这个东西的人 我会推荐你在使用XL系列模型的时候 选择使用这样的提示输入框 它会让你得到更好的控制效果 那关于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区别 之后可能做一个简短的影片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我们今天先跳过这个 或者是你也可以稍微在Github跟Reddit上面搜寻一下 其实是有人特别针对这个做过说明的 这次的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个workflow 在Reddit上有大神分享了他排的XL快速大图流程 我试用了一下 速度和成品都很不错 流程本身也挺简单的 虽然是去年年中制作的 但现在用起来也还是非常的好用 我会推荐新手可以根据这个架构 搭配前面我们聊过的其他功能去做流程扩展 替换不同的方块 或是参考我们上次聊过的去年底的更新内容 把流程重新整理一遍 我会把原帖网址放在说明栏 点开后从这个连接进去点download下载档案 手动把储存的副档名改为Jason就可以了 回到confi点选单里的load 去找到你刚刚存好的那个Jason档 就可以直接把workflow叫出来 在这边要注意的是 因为作者分享这个流程是去年7月的事情 所以它里面记录的模型是XL0.9 记得要手动换成1.0 或是其他的XL模型 如果你希望生成的速度更快一点 可以把base这边的decode和预览都删除或是bypass 可以再多节省一点资源 我们中间的使用教学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下次各位会比较想看到 怎么使用confi生成动态影片 还是说建构及时涂鸦生成的workflow 或者你有什么其他想看的confi建构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虽然也可能是我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了 好那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者我有输入的地方都欢迎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 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的confi使用心得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 多补上一个小技巧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到我这次画面上的方块 右上角都多了点东西 这是一个帮你辨别你叫出来的方块 是来自于哪套custom note的小标签 随着你越载越多 有时候确实是会挺混乱的嘛 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很好用啦 点开你的manager 在左边找到一个下拉选单叫做batch 选择nickname 就会显示出这个小标签了 呃...狐狸头就是官方自带的意思 谢谢